潘女士反映 她女儿在一家餐馆喝了一杯西瓜汁 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呕吐和抽搐的情况 杭州滨江龙湖天街五楼 有一家前塘古杭菜餐馆 7月30号晚上 潘女士一家三口来这里吃饭 支付了305元 到时候是点了几个菜 然后在餐单上看到有先打西瓜汁 我们就点了一杯西瓜汁 然后用餐过程中 我和我老公是没有喝那个西瓜汁的 我女儿喝了半杯 潘女士说 结账时 她把剩下的半杯西瓜汁打包了 走出店门以外 她喝了一口 我发现里面是馊的 就是馊酸味的 当时喝的时候 女儿没有说有问题 对 因为我女儿才两周睡 刚刚24个月 她会叫爸爸妈妈 但是不会说 明确表达说 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她也不会说 然后我也让我老公尝了一口 确认一下这个西瓜 她说也是酸的 有问题的 潘女士说 发现西瓜汁味道不对以后 她就马上回到了店里 当时是倒了一杯 就是拿了个茶杯 倒了一点 拿去给厨房的厨师 她说是一个副店长这么做的 过了一会儿 她来的时候 她跟我说是没有变质 是里面加了糖浆才有这个酸味的 不是先打西瓜汁吗 对 他就是 我现在疑惑点 就是你先打西瓜汁 为什么里面要放糖浆这种甜味剂 现在的五脂瓜它的甜度不够 那么很多客人就反映就说 我们这就是西瓜汁不甜嘛 糖浆能否让他们看一下 这就是 这是都有的吗 调制蜂蜜糖浆 西瓜汁里会放这个 对 一点点去吃放 不多的 这个多了你马上你 那个那个也不一样的味道 记者看了一下 这瓶调制蜂蜜糖浆的生产日期 是2023年5月19号 保质期24个月 配料里的成分包括 麦芽糖浆 蜂蜜 果葡糖浆 潘女士说 当晚她抱了紧 餐厅的店长也尝了那杯西瓜汁 还是认为没有问题 民警让她和家人先回去 如果孩子身体出现了状况 可以先去医院再联系派出所 凌晨7月31号12点多钟 我女儿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呕吐 然后吐的全程都是 然后我们随即就把它收拾一下 准备带大家去医院就医 在我们收拾的过程中 她在我的身上又再次吐 吐了很多很多 然后我女儿当时起状态 已经是吐到就是不能够 就是已经就是相当于 人在超出的状态了 病例上的诊断是呕吐代查 验血报告单上 有几项的检查结果 已经超过了参考区间 你这边是怎么判定 是那杯西瓜汁导致孩子出现 因为当天早上的话 我们小孩子就是正常的奶粉 家里先煮的一个水煮蛋 然后期间我们是 大家去动物园之后 没有吃任何东西 包括午餐 我和我老公是在动物园 对面的肯德基吃饭 但是我女儿睡着了 她也一口都没有吃 到五点钟回到家里 她也就喝了一杯奶粉 喝完奶粉之后 我们就直接到这边来就餐了 平时你会给她吃西瓜什么 会 我们每天下 我女儿是很喜欢吃西瓜的 西瓜是我们都是 就是开餐之前提前炸好的嘛 只要到后面不够的时候 才会去先炸 他们那桌像西瓜汁 是什么时候炸的呢 我们一般都是 四点半吃完饭之后 中午的话 十点半吃完饭之后来炸 上当天就是四点半 总有炸的西瓜汁 等我们吃到的话 差不多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那应该两个小时多吧 那炸完以后放哪里 冰箱里面 潘女士说 7月31号 商场一开门 她就带着民警 再次找到了店家 潘女士说 女儿身体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反应 对于店家提出的方案 她不接受 商家说赔偿我医药费 我认可的 然后赔偿说西瓜汁的十倍 然后我查了法律法规 就是单品的十倍 不足一千 按一千赔偿 这也是我的诉求 然后第三个就是当天 从半夜一直到凌晨 我们全家 我公共婆婆 我和我老公 一直在陪伴我女儿的过程当中 第二天因为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两个双方也请假了 所以我们四个人的精神损失费 和交通费这些 我主张赔偿是人均500 一共是2000块钱赔偿 我们一直都是承认的 因为毕竟我们开店的 你说的出现食品 这种事故的肯定 那肯定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西瓜汁导致的小孩子 出现了什么 你不管怎么样 尽管当天我们卖了 这个派出所也都来查过了 我们一天最前卖 几十多张的西瓜汁 但当天这个客人 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也很抱歉 可是现在因为大家 对于这个协调的这些 有些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在细节上面 大家没达成一次 现场潘女士强调 赔偿的事情 可以先放一边不谈 她希望看一下当天 后厨备餐的监控 第一个就是还原 当天出餐的一个视频真相 第二个就是 针对你们这个储存条件 是否合格 提前两个小时 榨这个先榨西瓜汁 然后再给到我们消费者食用 这个是否合规 然后你这个储存条件 是否合理 第三个就是 你这个添加这个调味剂 这个情况下你们公司 或者说你们厨师 怎么样子 就是你们能不能给一个说明 如果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承认错误 我公开道歉一下 我觉得按照你们说的 赔我一千块钱 我也是认的 因为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公证 因为受苦的是我女儿 受伤的是我的家庭 我不一定调得出来 是首先第一个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怎么样 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的 那我可以和公司讲 能不能把这个监控调出来 这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里面也不谈到 什么虚假承认在里面 郑主厨表示 调取监控 他需要跟领导去申请 晚些时候会给客人一个答复 就在潘女士离开后没多久 餐厅的店长出现了 我说小孩子有可能 他的肠胃比较敏感对吧 那有类似的这种呕吐 那有些时候小孩子喝奶 还要吐呢 对不对 就这个东西 那我们作为地方来讲 他在我们这里用餐 体验感不好 那我们也说了 就是说对他的这个 就是进行一点 就是弥补啊 补偿这种 那我们也是在跟他沟通 但是的确顾客他的要求 说实话 我们的确有点 就是说超出了我们这个范围 监控不是说我们 随时谁都可以看的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如果说真的要看 那也就是要通过职能部门 徐店长表示 如果客人想要调取监控 需要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陪统 关于潘女士提出的几点疑问 记者也咨询了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国家对预包装食品 是有这种食品添加剂的这种规定的 对我们这种现炸的这种产品 它没有强制性的一定不能加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饮品 对这个储藏时间的话有没有 或者储藏环境之类的 咱们对这个有没有一些规定 按照我们餐饮有一个餐饮的 叫餐饮食品安全的操作这个规范 是我们市场监管总局发的 它对那个冷藏的那就是零到八度 冷藏的这个时间 那没有具体的这个规定 特别是对这种限制限售的这种饮料 如果你觉得那个就是出现吃了 就是肚子不舒服啊 你可以向我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投诉啊或者反应 他们会进行检查的 潘女士表示 她会联系职能部门查看监控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